好 我们知道一个函数型奇数 它收敛的话 它应该有和函数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和函数 密集数收敛 那它就有 它的收敛 它就会收敛到一个函数 它的和 它的和就是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 就是 把这个叫做它的和函数 那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给定一个函数 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表示成一个密集数 那我们可以看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我们知道 当x的绝对值小于1的时候 1-x分之1 它就是 就和x的n次方 n从0到5就大 这个x的绝对值是小于1的时候 这个我们是曾经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 几何几数 几何几数 我们 sigma a rn次 它是等于a 乘上1-r分之1 当r的绝对值小于1的时候 那我们把 因为这个r也是变化的 那我们把r换成1 那换成x 就得到了1-x分之1的表达式 那我们看一下 一般的寒数 它是不是不加 可以表示成一个密集数 我们先从我们今天就 就仅仅从这个出发 从1-x分之1这出发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1加上x平方分之1 或者先从1-x平方分之1开始 1-x平方分之1 那我们只要x平方的绝对值小于1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n从0到无穷大 我们把这x平方 我们看成一个整体 带到这儿去 我们也就是说 把1-x分之1 里面的x用x平方来代替 所以这个就变成x的2n次 当x的 我们说本身应该是当x平方的绝对值小于1 x平方的绝对值小于1 那就还是x的绝对值小于1 这是它的收敛半径 仍然是x的绝对值小于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叫做 这个叫做密集数的这个间接展开的里面的变量带换 我们可以用变量带换 可以求助很多类似的这种密集数展开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换成1加x平方 1加x平方分之1 1加x平方分之1 我们可以写成这什么 1减上负x的平方分之1 那我们把前面的 前面的x用这个负x平方来代替 就会变成负x平方的n次方 那所以可以写成负1的n次 然后x的2n次 这里还是x的绝对值小于1 那我们再看 1加上x分之1 那就可以写成1减去负x分之1 还是用变量带换 那么这个是负x的n次 前面是1减x分之1 是x的n次 所以是负1的n次 xn次 这x的绝对值还是小于1 这直接是从1加1减 还是从1减x分之1出发 这些都是变量带换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下面不是1 例如说是2加上x分之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把前面的这个1 一定要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提个1分之1出来 变成1加上1分之1 那再换一下 这2分之1 这是1减上负2分之x分之1 所以是2分之1 求和负的2分之x的n次方 这是2分之1乘上sigma 这是2的n次 负1的n次 然后x的n次 那么这里 这里我们要求负2分之x的绝对值小于1 这个小于1也就是x就是小于2 x的绝对值小于2 所以它的收敛半径稍微变一下 因为你要保持这一部分 它的绝对值小于1 因为你要做变量带换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x绝对值小于1 那你做变量带换的时候 你就要保证这个是小于1 这个绝对值小于1 那然后你再得出x的这个x的变化 那这是我们已经 这是我们一种利用变量带换的方式来 把一个函数 利用一致的这个函数的技术表 是展开神秘技术 那除了这种变量带换以外 我们还有别的别的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我们可能应用的 很多时候我们应用应用的比较多 我们有这样的定理 我们是说通过出来 通过变量带换 我们还可以通过积分和微分的方式 我们说 如果集数 SIGMA AN这是X-C的N次 我们用更一般的方式 它的收敛半径 是VR 那么它的核函数 它的核函数 FX等于SIGMA ANX-C的N次方 可V 它的核函数 那么我们说在 在它的收敛域里面 X-C 这是在C-R和C加上R 这是开取键 端点处 我们不知道 在C-R C-R C加上R C加上R 是可V 并且 它的第一个它的导数 导数就是我们可以主向求导 我们说是ANX-C 这是N次的导数 它是等于我们就是每一项求导 我们可以就是等于它的每一项的求导 每一项求导 如果我们从N从1开始吧 N从0开始 那么就是 就会变成 变成N从1 我们可以变成A0 A0没有了 就变成A AN乘上N 乘上X-C的N-1 那么这N就是从1开始 为什么 N等于0的时候 原本这是一个常数A0 那么再加上A1 X-C的N次 那么写出来就变成了A1 再加上A2 A2 X-C 再加上3 A3 X-C的平方 再加 再加了J A1 而且 这个是我们是 它的导数是可以逐向求导 我们叫做逐向求导 那么它的积分 它的积分 就是 就是 我们给它 先是 A N X-C的N次 DX 那么 可以把积分号写到这个求和符号里面来 就是 A N X-C的N次 DX 这积分出来时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常数 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常数出来 再加上 再加上 那我们这是 N加1 A N X-C的N加1次 这是N从 这是N从0到五重大 它就会出现主向积分 就是 我们要求它的 积分的话 我们就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是求它的这个 把每一项积分就可以了 那么 由这两个定理 我们其实还可以得到另外两种公式 另外 我们现在是立即 6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去求的其他一些函数 它们的 这个 嗯 叫做积极数表达式 我们先看这个1-X的平方分之1 我们 我们知道1-X平方分之1 它实际上就是1-X的导数 它是1-X的导数 那么它是1-X导数 那么我们知道1-X 分之1 是等于 N是从0到五重大的X的N次 所以 我们1-X分之1的导数 那就会变成我们XN次的导数 所以变成 那么这N要从1开始了 原本是从0开始 那么 1本身没有了 那就会变成N X的N-1 这N从1开始 当X的决定值还得要小于1 所以1-X平方分之1 它在X的决定值小于1的时候 是可以展开成这个样子 这是逐向求导 那我们还可以再看 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看1加上X平方分之1 它的展开式 但是1加X平方分之1 它不是1加X的导数 所以1加上X平方分之1 它是等于负的1加上X分之1的导数 因为我们1加X的导数 是1加X平方分之1-1 所以这个等于负的Sigma 这是N从0到5重大 这是-1的N次 X的N次 然后再求导 那我们主向求的 我们这是负的Sigma N从0到5重大 -1的N次 再乘上N X的N-1 我们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负号拿进去 就变成-1的N加1 再乘上N 再乘上X的N-1 这是N是从1到5重大 -1 RF 仍然是X的绝对值小于1 因为1加X分之1 它的收敛 收敛半径也是 也是X绝对值小于1 那么我们 这个收敛半径 那么收敛欲 我们还需要另外去算 如果要求收敛欲的话 我们要另外去算 那么这个 在这里的话 我们很显然 我们两个端点处 两个端点处 它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算一下收敛欲 但是这个在端点处等于1的话 它就是本身球 就会是肯定是发散的 这是两个球 用逐向球导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逐向积分 我们看log1加上X log1加X log1加X 它实际上是 我们1加上X分之1的积分 但是这个log1加X 还有一个C 所以它C实际上 实际上是等于0的 我们 我们在这个积分表达式里面 我们这个C 我们是需要确定的 这个C我们是需要确定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个等于C 我们先把积分写出来 这是-1的N次 这是N从0到5穷大 这是X的N次 那我们是等于C加上 这是-1的N次 X的N DX N从0到5穷大 那么积分出来 这是C加上 Sigma N从0到5穷大 这是-1的N 再乘上N加1X的N加1 X的解决值还是小于1 那我们 这个是我们要确定的 那这个我们怎么确定呢 我们取一个特殊的值 1加上 我们当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那左边等于0 右边等于C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Log1加上X 它是等于Sigma N从0到5穷大 N加1 好-1的N次 再乘上X的N加1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我们看Log1-X分离 1-X 我们know 它的展开是 Log1-X 它是等于-1-X分之1 积分 那么它就等于负的 我们积分 1-X分之1是X的N次 那就 是C-去 Sigma 这是N加1分之X的N加1 这N是从0到5穷大 那么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C-上 这已经是C-上 这个了 这些 当然说这里的X绝对值还是小于1 就是它的数量半价是1 那C怎么确定 我们X等于0的时候 我们得到0等于C 左边等于0 右边等于C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Log1-X是等于负的Sigma N从D N从0到5穷大 这是N加1分之X的N加1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把N重新排一下 我们可以写成N等于1到5穷大 这是N分之X的N SX绝对值小于1 那这是 我们的密集数展开 密集数展开我们 基本上的方法是通过 已有的这个函数 我们通过主线积分 主线求导 变量带换这种方式 我们得到它的展开式 那之后我们会 得出一般的函数的密集数展开式 就是常见的几种函数的密集数展开式 那我们通过这个 常见的几个密集数 函数的展开式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函数的密集数展开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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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